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各位小汽车观点观众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车呢是 Mazda 6 Wagon的20周年纪念版 那Mazda 6呢其实已经上市非常久了 那现在推出20周年纪念版 代表已经上市20年咯 但之前呢试车我们都做过了 但是因为它是最新的一个产品的动作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拉出来再介绍一遍 那等一下呢有别于以往的新车介绍 我们如果试过的车我们不再试 我们还是很简短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车一些重点的地方 好那讲到这个Mazda 6的20周年纪念版 讲一下Mazda 6的历史 在2002年5月的时候 Mazda推出了Mazda 6这一台中型房车 那它取代的是Mazda 626 也就是日规的卡佩拉 那当时呢台湾的福特六合 刚刚接手Mazda的总代理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同步导入了Mazda 6 那在第二代的时候呢 是2007年9月的时候 在法兰克福车展上面所发表的 那2012年8月的时候 在莫斯科国际车展上面呢 亮相了第三代的车型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台车呢 原厂是在去年2022年12月的时候 在日本推出的20周年纪念版 但是呢原厂它其实有Sedane 有旅行车两款 但是呢台湾的Mazda呢 只引进了旅行车 这一款20周年的纪念版 那是在今年的2月7号的时候 正式发表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为各位说明一下 20周年纪念版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呢 和一般的Mazda 6 Wagon 相比的话呢 它只有单一的排气动力 就是2.5升的自然进气 四缸引擎 那这个车子呢 和一般的2.5升的Mazda 6 Wagon呢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包含呢 它有高光泽的水箱护照 这是涂装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车内的内装呢 它是棕色的内装 等一下我们细节再来看 那当然在内装方面 它的座椅呢 也有采用NAPA和类脊皮混搭的皮椅 等一下细部来看质感是不错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20周年专属的车色 就是我们今天拍的这一台 这个叫做降运红 这个要加价1万5了 那当然Mazda的红色都是要加价的 那再来就是高光泽的旅圈 还有车测20周年专属的徽章 Mazda 6的Wagon除了原来的2.0升 跟2.5升两款之外呢 现在又加上了这个20周年纪念版 那20周年纪念版的话 会比2.5升的车型呢 多了2万块 所以这是价格不一样的地方 以外观上来看持平而论 虽然这台车推出时间 已经超过10年了 但是呢 这个外形在现在看起来 的确还是有它独到的地方 看起来不太显得旧 当然Mazda原厂 在这么多年时间里面呢 有为它细部的调整装点 那特别是这个20周年纪念版 我们可以看到水箱护罩上面 它采用直立式的这个线条 而且涂装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搭配原来就有的 这个镀铬的试条 不管是水箱护罩周边 延伸到大灯下方的这个飞翼式线条 还是保险杆下方的杜铬线条 搭配整个车身 其实都还是显得质感上非常高的 那外观上呢 除了说水箱护罩不一样之外 20周年纪念版呢 在车侧的地方 铝圈是不一样的 铝圈它采用的是高光泽的铝圈 有别于现在非常流行的双色切削设计 它这个是单色涂装的 但是呢它有一点点肚孽的感觉 所以是比较平光的感觉 那在左右叶子版的前叶子版两侧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20周年纪念版的徽章 20周年纪念版呢 它有一个专属的车色 就是降运红 看起来有点像咖啡色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红色的设计 搭配起来我是觉得还蛮有质感的 那这也是20周年纪念版的一个专属的车色 那至于Mazda 6的基本的线条 我想大家非常熟悉了 那这一次20周年纪念版 也没有太大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就是维持原本的线条 那是一个Wagon的造型 有车顶行李架 那轴距比较短一点 看起来呢 整个车身线条呢 是属于比较流畅的旅行车的线条 好Mazda 6 Wagon的车尾呢 基本上20周年纪念版 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和原来都是一样的 除了车色是不一样的地方之外 那买旅行车大家非常重视 心理箱的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世代比较老 所以很遗憾呢 它没有电动尾门的配置 不然以这个等级来说的话 应该是要有的 但除此之外 打开来之后呢 一个心理箱空间呢 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质感也做得不错 两旁都有直毛的处理 那像12伏的电源 像挂钩 左右两侧都有 而且呢 也有遥控的 快速倾倒的装置 那倾倒之后 可以扩充到1664公升 所以以一个中型的旅行车来说的话 这样的容积呢 应该算是够的 而底板下方呢 也有一些收纳的空间 甚至它可以把 活动的后帐板呢 收藏在底板底下 这些都是日系车比较贴心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看到 Mazda 6 Wagon 20周年的纪念版 那坐进来的话 我想有跟一般版本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的内装采用双色的内装 也就是呢 原本黑色的机体 搭上褐色的皮质的处理 所以看起来的确 质感是还蛮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采用的是 以皮质为主的内装漆调 包含仪表板的中段 这个中段它全部都是以类脊皮 来缝制的 搭配它原来的一些原木的饰板 所以看起来的确质感是相当的高的 那在座椅的方面来看的话呢 座椅也是中央类脊皮 然后四周呢搭配的是NAPA的皮质 在前座的头枕上还有一个20周年纪念版的烙印 然后在颈中的部分 它有做一个镀铬的试条 搭配整个剪裁的处理 所以看起来其实质感上是非常高的 那特别的是呢 这个配备呢 虽然我认为没有非常齐全 因为毕竟也没有天窗 但是呢 它两张前座都是电动座椅 而且呢驾驶座有两组的机翼功能 那同时也都有前座的通风座椅 但是没有加热座椅啦 所以整个质感上面看起来是不错的 而且也有BOSE的喇叭 但是整个设计虽然看起来还不太显过时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出 它是比较世代久远的设计 比如说它的车展系统 是触控的萤幕 但是呢它还保留着遥控的装置啦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你要说它的配备 因为落后嘛其实也不会 像全速翼的ACC啦 车道维持这些也是都有的 那当然电子手下车 AUTO HOLD这些都有 但是它就是实体的排挡感啦 那换挡拨片是有的 方向盘的质感跟操控 还有这个握起来的手感 都相当的不错 以后座来说的话呢 Mazda 6 Wagon呢 和Sedan比较起来的话 轴距稍微短一点 但是反映在后座空间上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个充足的空间 不过我们必须坦白讲 以同级的大型的旅行车来说的话 比如说你比上Superbird 来说的话 这空间会明显小很多 这空间大概比较像Focus Wagon这样的大小而已 那你说局促嘛不会非常的够用 但是呢和其他大型的旅行车相比的话 是很明显小很多的 但是Mazda的强项呢在于它的质感的呈现 所以无论前座后座质感都很高的 特别是在后座 你看前座的椅背后面 还有多个饰条 还有皮质包覆 甚至这个地图带 其实都做得相当的漂亮 那门饰板部分前后一样 中间的部分 20周年纪念版都采用类挤皮的 棕色的皮质处理 搭配原来就有的原木的饰板 这一些用料的选材 其实都可以说在这个价位里面是最好的表现 那在座椅方面跟前座一样 都是四周是NAPA 然后中央是类挤皮 同时呢 颈中也都有镀铬的饰条 那中央手枕的话 打开来 里面也一样有个盖子 可以放一些小小的东西 还有手机架 还有杯架等等 那也有后座出风口 但Mazda的车呢 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 它的充电座不是坐在这里 它都坐在装扶手里头 又打开盖子的 你才看得到 我们现在开着Mazda 6 Wagon上路 这20周年纪念版的车型呢 其实跟以往的车型呢 动力上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再试一次呢 因为其实我也很好奇 很久没有开Mazda 6 这车推出那么久了 那当然呢 以现在的眼光来说的话 这样的动力配置 大排气量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搭配6速手持牌变速箱 看起来好像已经不是这个时代 该有的配置了 但实际上开起来这台车怎么样呢 其实以2.5升排量的车来说的话 194匹的最大马力 26.3公斤米的最大扭力呢 其实动力上算是迎刃有余啦 即便说这个车型是带老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对运动感 有一些期待的话 这个车还是很有乐趣的一台车啦 那它主要优势我觉得就是整台车的协调性 还有呢内装外观的质感 那当然以130几万的价位来看的话 几乎大部分的对手啦 开起来都会比它有更现代的感觉 比如说Superb 比如说Artian等等这样的车子 虽然这价格比它高 但是我觉得开起来就是动力方面啦 或者是其他更科技的东西 感觉会比在这来更好 但是如果你要130几万买一台旅行车的话 其实现在有的选择也不多啦 那以Mazda 6的这个20周年纪念版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售价是还蛮适切的 那当然车型世代很老 而且动力配置的话 不像现在有小排量的涡轮增加引擎 所以税金油耗都是它的硬伤 但是日常代步来说的话 这个动力是相当够的 那即便开快的话 其实这个变速箱跟引擎的协调性也很好 那再加上整个底盘的调校 其实有它的水准啦 所以你说现在买这个车是不是实际呢 我觉得20周年版是可以买的啦 因为本身就有一个纪念意义嘛 那整个质感又再向上提升了 好那你有任何的这个意见呢 都欢迎那种底下留言 那如果我没有说到的地方 也欢迎你来补充 我是夏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那以这样的价钱来说的话 缺点是什么 税金还有油耗 还有没有电动尾门 其他的话倒都还足复现在的需求啦 所以划不划算 就看你个人的选择咯